1989年12月31日,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郊外的318国道旁,有人发现了一个麻袋,打开一看是一具令人惊恐的尸体,这是一起命案,死者是一名老年男性,身高1米63,光头,头部的伤口长达3到4厘米,已经深达颅骨,显然是被人害死的。 那个地方是郊区,都是乡村,侦察员们呢,首先要做的便是挨家挨户了,逐个进行摸底调查。 时间呢,回到1989年的最后一天,包裹尸体的麻袋呢,是在318国道旁的水沟里被发现的,水沟里有水,但不深,尸体和袋子呢,仅仅是只淹了三分之一不到,警方估计啊,死者年龄为六十岁。 从着装判断呢,应该是一名在农村生活的老人,通过尸检发现,死者头部虽然有着深达颅骨的锐气伤,但导致他死亡的原因呢,却是机械性窒息。 显然,在死亡前呢,死者经受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。 人命案呢,是大事,当时附近村里的很多人都到现场去围观。 至今村子里上了年纪的老人呢,还依稀记得当时的情景。 被害人的死状虽然惨烈,但现场办案人员经过仔细的勘查,并没有发现打斗的痕迹。 据此分析啊,这里应该是抛尸现场,而不是作案的第一现场。 那么作案杀人的第一现场,又会在哪里呢? 318国道啊,是湖北省内重要的高速公路,车流量极大。 办案人员呢,首先怀疑是不是过往的外地车辆在途经此地时抛下的尸体。 已经七十余岁的王连生呢,是这起杀人抛尸案当年的专案组组长。 他说假如这个案件是在其他地方的,比如是武汉抛尸来的,那这个工作难度啊,就大了。 抛尸案呢,最难破的就是死者是谁,他来自什么地方。 在现场勘查的侦察员发现,死者的手腕上戴着一块比较值钱的宝石花盘手镖。 这给警方啊,至少提供了两个信息。 一是啊,这种手表在当时的农村是不多见的,说明死者的人际关系啊,和社会交往,有一定的特殊之处。 第二呢,是人被杀了,但价值不菲的手表呢,还在身上,这说明不是一起简单的谋财害命案件。 王连生说啊,把钱抢了或者偷了,把他杀死就算了,为什么要抛尸呢? 这证明啊,犯罪嫌疑人和死者应该是相识的。 死者是谁,他是哪里人? 侦察员在现场继续仔细勘查,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。 紧接着,包裹尸体的麻袋上的标志和文字引起了警方的注意。 麻袋上面印有杀氏毛巾厂的标志。 这个毛巾厂啊,因为就是当地的毛巾厂,如果是外地作案的,用它来包装尸体,这种可能性很小。 根据装尸体的麻袋,办案人员认为,案件应该是在当地发生的。 那么这具尸体是从哪里运过来的呢? 案发的第一现场又会是哪里呢? 首先警方还是要找到尸元,查找到尸元以后,这个案件才有可能突破。 办案人员调来了警犬,想通过警犬获知尸元的方向。 编织带上面渗透的泄迹气味很浓,在现场的东南方向,警犬走出三公里时,绣园中断了。 离现场不远有几个村庄,办案人员开始到村子里走访调查,打听有没有失踪的人员。 当年为了查明死者的身份,侦察员印刷的寻尸启事,挨着村子张贴,就当时也只能是用这种最简单的方法来寻找了。 大家都希望啊,迅速的确认死者身份,侦察员呢,将寻尸启事贴在了树干上,贴在墙角里,贴在人们看得见的地方。 在办案民警吴世民当年的侦察笔记上,清晰的记者,当年专案组的侦察工作重点。 一呢,是查找死者及衣物,二呢,是查找以农村为重点,并对城乡结合部也不放过的方式。 三呢,是以本事为重点,向市外东南西北方向扩张。 几天后啊,查找失员的工作有了反馈。 有人说呀,死者是外地人,住在鸿门路桥的出租屋,是一个挑着担子四处卖小百货的卖货廊。 随即呢,办案人员找到了出租房屋的房东,警方把死者的照片给他看。 房主说呀,这个人就是租住他房屋的租户。 房东说呢,死者是湖北省天门市人,名叫廖木乡,在这里已经租住快一年了,平时没有发现他家里来过人,也没有发现他与其他人往来。 和廖木乡一起租住的,还有一个他的老乡,是在当地啊,做收废品工作的。 他们平时啊,看上去关系不错,这个和死者关系密切的老乡啊,叫张碧雄。 他们一家四口呢,和死者廖木乡租住在一个院子里。 事发前两天啊,张碧雄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,刚刚回天门老家。 而就在事发后,张碧雄也不见了踪影。 一点集中在了张碧雄的头上,他好好的为什么要平白无故的离开呢? 老人究竟是因为什么被人害死的?凶手会是张碧雄吗? 这个谁也说不清楚,因为张碧雄自打出事以后,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 警方判断,他有作案的嫌疑。 在中国啊,上个世纪的农村呢,走街串巷的卖货郎,曾经是很多人的记忆。 这些挑着担子的卖货郎,从一个村子到另外一个村子。 对每一个村子来说呢,这些人都是外乡人。 他们很少回到故乡,似乎呢,在当地也没有固定的人际关系。 就是这样的一位老人,究竟是因为什么被人杀害,又被抛尸荒野的呢? 找到死者的家人并不费力,他们呢,就住在湖北省天门市的月后镇。 也是在找到死者家属后,警方才知道,廖木香啊,已经79岁了。 由于家境困难,将近八旬的廖木香挑着担子,来到了荆州沙市区,卖起了小百货。 在那个交通和通信呢,都不发达的年代,老人一出去就是一年,平时跟家里呢,也很少联系。 只有临到春节时啊,他才会回家。 而那一年的新年,廖木香的家人等来的却是噩耗。 那么到底是不是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张碧雄杀害了廖木香呢? 快要过年了,张碧雄为什么要看这种事情呢? 办案人员打开了张碧雄租住的房间,警察进去以后啊,发现里面有打斗的痕迹和血迹。 警察将现场提取的血迹和死者廖木香的血迹进行了比对,确认两处血迹是一致的。 至此,警方认定,这起杀人抛尸案的第一现场就是在张碧雄租住的房间里,张碧雄有重大的嫌疑。 但是按照房东的说法,两个人平时的关系看着挺好的,而且两人呢都是天门老乡。 杀人案成了村子里的热门话题。 关于杀人的动机呢,在当年村子里也有一种说法,跟他们住在周围相近的人说呀,是因为喝酒窃钱。 是不是因为经济纠纷引发的命案呢? 因为当事人廖木香已经死亡,而张碧雄呢又不见了松影,一时难以印证。 因为张碧雄被列为重大嫌疑人,警方立即对其展开了追踪。 当日呢,警察赶到了张碧雄家时,已是深夜十一二点左右,张碧雄不在,家里只有妻子和两个孩子。 张碧雄的妻子跟警察说呀,丈夫一直没有回家。 他并不知道廖木香被害的事,当时呢也没有手机这类的通讯工具。 人们之间联系的多用口信或书信的方式。 从时间上来判断了,张碧雄不可能跟家里有任何的联系。 根据张碧雄妻子的说话语气神态来判断了,警方认为张碧雄应该没有回过家。 警方从张碧雄妻子那里呢,没有得到任何的线索。 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是春节了,办案人员分析啊,张碧雄有可能会在过年期间回来。 潘国柱当时是沙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,负责抓捕工作。 抓捕小组认为啊,在节假日的时候,家庭和家还原的时候,嫌疑人很可能会出现。 当年的大年三十啊,参与办案的警察们是记忆深刻。 他们在张碧雄家附近进行了布控,然而呢,一个昼夜过去了,却没有发现张碧雄的踪迹。 警方当时在想,这个嫌疑人难道就这么人间蒸发了吗? 警方分析啊,张碧雄有可能是在家附近某个地方隐藏了起来,再一种可能呢,就是已经逃离了。 警方在全市范围内布下了协查通告,并对全国各大城市下发了通缉令。 张碧雄的家里,除了妻子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。 据办案人员了解,张碧雄一家关系默契。 虽然过年期间呢,张碧雄没有回来,但是他应该会和妻子联系。 要想抓住他,唯一的办法就是盯住他的妻子和小孩。 于是,警察每隔一段时间呢,就对他家进行蹲守。 当时的办案条件非常有限,异地办案呢,更是受到了诸多的限制。 警方能采取的方式啊,就是上门蹲守,守株带兔。 当时办案的民警说呀,在当时来讲,确确实实工作已经做到了山穷水尽。 布控的布控,查证的查证,蹲点的守候也做了,家属的工作也做了,但是呢,一直没有发现嫌疑对象丝毫的踪迹。 连续多次上门追捕,没有结果,张碧雄好像是人间消失了一样。 没有了任何一丝线索之后,警方一直盯着张碧雄的家人。 他们相信,无论如何,张碧雄都会和家里人联系的,但是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,案件侦破呢,始终没有进展。 就在案发两年后,警方获知了一个消息,张碧雄的妻子丁海英带着孩子改嫁了。 警方在到他家里的时候,他家已经破烂不堪了,一看就是好长时间没住了。 对于办案人员来说,张碧雄妻子的改嫁让他们获取唯一线索的途径也中断了,侦破工作陷入停滞。 而在张碧雄家乡的邻村呢,死者廖木乡的后人也一直在打听着张碧雄的下路。 他们两家距离不到一公里路,廖木乡老人不但克死他乡,还死得不明不白,廖家人无法接受。 他们认定,张碧雄跟案子脱不了干系。 廖木乡呢,是廖木乡老人唯一的儿子,始发后他一直寻找张碧雄,想弄明白父亲的真实死因。 他四处打听,一直没有着落。 案发三年后,廖生街在悲痛中离开了人世。 去世前呢,他把未了的心事告诉了孩子。 由此,廖木乡老人的死因成为一致被继承了下来。 廖生街在死之前呢,嘱咐子女永远都不能放弃,一定要把张碧雄抓到。 廖木乡的孙子廖生活当年还是年轻人,如今呢,也步入了中年。 他说这些年来啊, 自己做什么事都难以全心的投入。 爷爷的死呢,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家族每个人的心中。 他几乎每个夜晚都因想起祖爷爷和父亲的死而不能平静。 几乎每天早晨起来呢,都能听到一个声音在说,爷爷到底是怎么死的。 时光流淌,廖家的后代始终无法接受亲人死的不明不白, 也无法忘怀自己的父辈死不明目。 杀人者长命,他们就是本着这个朴素的信念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凶手的大事。 但无论如何努力,也没有打听到张碧雄的任何消息。 同样,在沙市公安局办案人员也因为案件一直没有推进而感到沮丧。 随后呢,侦察员们又奔赴新的案件, 而这起杀人抛尸案的卷宗也归了党。 在沙市警方的追查名单中,嫌疑人张碧雄被排在了第三位。 后来呢,排在张碧雄前面的嫌疑人都已经抓获了, 而唯独张碧雄始终没有任何的隐信。 这个案件虽然有着重大嫌疑对象, 但是还不能叫做破案。 追捕了这么多次,下了那么大的功夫, 一直都杳无音信,这也成为了沙市警方的心结。 这起二十五年前的案件呢, 不仅让受害者一家生活陷入了一种没有答案的怪圈之中, 更是成为了这些老侦察员们心中的一个心病。 明明知道犯罪嫌疑人是谁, 却得不到他的任何消息。 犯罪嫌疑人张碧雄到底藏身何处呢? 他还在这个世界上吗? 这一切似乎无计可循。 从1980年部队退伍后, 他就入职沙市公安局刑警大队。 几十年的刑警生涯, 吴市民经手的案子大大小小及百起, 如今要退休了, 而这起二十五年前的杀人抛尸案, 却始终没有着落。 作为这起案件的主办侦察员, 吴市民希望自己在退休前, 这个案件能够有所进展。 吴市民内心感到很愧疚, 二十五年过去了, 当年侦办这起案件的侦察员, 大多都已经退休了。 吴市民觉得, 如今的办案条件和侦破手段, 和当年相比呢, 有了很大的改进, 这个案子不应该留下遗憾。 其实和他想法一样, 当年的专案组成员, 虽然大都已脱下了警符, 但是对于这起案件, 始终牵挂着。 这些老侦察员们, 把当年案件所有的调查情况, 一五一十的, 都告诉了年轻一代的侦察员, 希望年轻一代, 能够把他们当年没能了结的案子, 予以侦破。 在沙士分局刑警大队的档案室里, 当年这起杀人抛尸案的卷宗, 已经在这里整整放了二十五年, 当年这本薄薄的卷宗里, 只有一些现场的照片, 和一些询问笔录, 另外呢, 还有一张协查通报, 上面有张碧雄年轻时的一张照片, 其他的基本上没有了。 这起案子的卷宗, 再次摆上了办公桌, 成为了沙士警方的中破重点, 为此呢, 沙士警方还专门成立了专案组, 这起陈年大案, 留下的线索并不多, 在老侦察员吴世民的带领下, 专案组的成员再一次走进了当年的案发现场, 时隔多年, 这里早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模样, 发现血迹的出租屋早已被拆除, 现在成了一片工地, 要想找到当年的遗迹, 已经是不可能了, 破案人员找到一些村里的老人了解情况, 记得当年这起案件的人也并不多了, 侦察人员觉得张碧雄逃亡在外多年, 从人之常情来看, 不管他逃到哪里, 都应该会和家人, 特别是和孩子联系的, 于是, 办案人员来到了张碧雄的老家, 在湖北省天门市月口派出所, 查询张碧雄和他家人的户籍信息, 看看会不会发现有什么价值的线索, 通过户籍查询, 没有找到笔录上面反映的张碧雄子女的情况和他老婆的情况, 25年前的人口信息登记并不是太全, 在如今的人口查询系统里没有找到张碧雄的任何信息, 这个案件过去了这么多年, 人的相貌特征应该变了, 因为作案的时候张碧雄才二十几岁, 如今的话应该是四十几岁, 要找他确实很不容易, 就好像大海捞针一样, 办案人员觉得还是应该从张碧雄的家庭成员出发, 查找线索, 张碧雄的老家居住在湖北省天门市, 一个长江边上的小村庄, 侦察员们当时问了很多人, 都反映没有听说过张碧雄这个人, 时间过去的太久了, 只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还知道张碧雄, 但是办案人员得到的信息却是自从张碧雄出世后, 村子里的人就一直没见过他, 二十多年不在家了, 办案人员特意找来了村子的管片迷警, 向他了解情况, 管片的民警说, 张碧雄这个人一些年轻的对他不熟悉, 年长的有的人熟, 有的人对他也不熟, 因为这个人长期不在家, 当年事发时, 张碧雄的父母还都健在, 如今都已不在人世, 而张碧雄的妻子带着孩子也离开了村子, 嫁给了一个老头子, 警方想到呢, 张碧雄的两个孩子也已成年, 如果张碧雄还活着, 他最牵挂的应该就是他的这两个小孩, 无论如何呢, 他应该会与他们取得联系, 眼下寻找张碧雄的妻子和两个孩子, 成为了案件唯一的突破口, 经过走访, 办案人员了解到, 他的妻子丁海英啊, 后来嫁给了天门市奖场镇一户姓廖的人家, 但是之后呢, 就一直在外打工, 所以村子里认识他的人呢, 也并不多, 后来在走访中得知啊, 张碧雄的妻子已经在2002年去世了, 那么张碧雄和他的两个孩子在哪里呢? 在奖场派出所户籍档案时, 办案人员查到了当时丁海英改嫁过来后的登记信息, 丁海英的户口已经注销, 顺着注销的户口信息进行查找, 在户籍信息里显示, 当时丁海英和张碧雄的两个孩子, 已经改名叫做丁小辉和丁小苗, 但是办案人员呢, 接着查询丁小辉和丁小苗的户籍信息时, 却没有发现相对应的信息, 这让办案民警啊感到奇怪, 作为张碧雄的两个孩子呀, 是不可能不登记户籍信息的, 那么为什么电脑里会没有他们的信息显示呢? 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? 丁小辉和丁小苗在母亲丁海英去世以后, 两个孩子又随了父亲张碧雄的信, 于是办案人员呢, 用张小辉和张小苗进行查询以后, 果然有了结果, 从年龄等信息判断呢, 应该就是张碧雄当年的两个孩子, 办案人员呢, 也不敢太兴奋, 毕竟时间过去太久了, 此前遭遇的困难太多了, 下一步, 他们根据这个线索, 小心翼翼的向前推进, 警方始终相信, 嫌疑人张碧雄一定会和他的子女,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 重新启动案件之后, 没想到案情有了突破性的进展, 通过张碧雄的两个孩子又改回张姓这个细节, 警方判断张碧雄一定跟他的孩子有联系, 虽然张碧雄的下落无从查起, 但是这两个孩子应该查得到, 所以当务之急呢, 就是尽快找到张碧雄的两个孩子, 他们到底在哪呢? 通过他们能找到张碧雄的消息吗? 村里人介绍, 自从丁海英带着孩子嫁过来后, 一家人一直在外打工, 丁海英去世后呢, 两个孩子更是很少回来了, 所以没有人知道两个孩子的下落, 办案人员呢, 进行了大量的工作, 终于有人向警方反映, 张碧雄的两个孩子好像是在新疆打工, 这个消息让办案人员觉得有些奇怪, 他们村里人呢, 一般都在严海的广东那边打工, 而且呢, 新疆那边生活习惯跟湖北本地又不一样, 张碧雄的两个孩子在新疆打工的消息是真的吗? 如果是真的, 他们为什么会舍尽求援, 选择在新疆打工呢? 这会不会和张碧雄有关系呢? 张小辉和张小苗的父亲, 也就是警方要找到嫌疑人张碧雄是否在新疆, 是他将两个孩子接过去的吗? 杀士警方迅速和新疆警方取得联系, 请他们呢协助查扰, 看看张碧雄的两个孩子有没有在那边登记过。 过了几天, 新疆警方给杀士警方反馈信息过来, 张碧雄的女儿张小苗在新疆克拉玛伊市有登记信息, 至此, 专案组总算是有了线索, 在新疆克拉玛伊, 办案人员呢, 很快找到了张碧雄的女儿张小苗登记的住址, 但是很快, 新的消息让办案人员心里没了底, 经过查询呢, 张小苗已经在2006年离开了他打工的那家店去别的地方, 张碧雄的女儿会不会呢已经离开新疆了呢? 好不容易获得的线索又断了, 这时呢专案组决定再派人去张碧雄的老家, 看看能不能打听到张家人心的情况。 经过大量的走访调查呢, 没有任何信息反映张碧雄的孩子, 曾经在别的地方打过工, 到目前为止呢, 新疆克拉玛伊市是张碧雄孩子唯一可能呆的地方, 这条线索不能中断, 警方决定继续寻找, 于是呢, 办案人员开始在克拉玛伊市全市范围的社区里进行摸牌调查, 功夫不负有心人, 半个月后, 警方苦苦寻找的人有了结果, 杀士警方在一家居委会, 找到了张小苗的登记信息, 并且呢, 找到了他的住址, 警方判断, 张碧雄的女儿不会无缘无故的一个人来到新疆, 必然和张碧雄有着关系, 于是呢, 办案人员在张碧雄女儿家的附近蹲守, 看看会不会发现张碧雄的行踪, 出现了一个令人欣喜的情况, 警方虽然没有发现张碧雄的踪迹, 但是呢, 却发现了张小苗的哥哥张小辉也在克拉玛伊, 张碧雄一双儿女都出现在克拉玛伊市, 这样办案人员更加坚信了先前的判断, 张碧雄应该也在这座城市, 但是接连的蹲守呢, 没能发现他的踪迹, 这说明呢, 张碧雄并没有和自己的两个孩子住在一起, 但是办案人员推断呢, 张碧雄至少会和自己的孩子用电话联系, 警方调取了张小辉和张小苗近六个月的通话记录, 然后呢, 进行交叉对比, 几千个电话号码要交叉比对出相同的号码, 这对办案人员的耐心和信息啊, 是一个极大的挑战, 最重要的就是侦察人员能够静下心来, 很心平气和的去分析, 去串并, 从中呢, 寻找有关嫌疑人的蛛丝马迹, 办案人员夜以继日, 从海量的清单中啊, 查找线索, 终于有了发现, 至少有十个以上的号码, 跟他们两个之间都有联系, 张碧雄的电话, 应该就藏在了这十个电话号码之中, 这时, 电话清单里, 一个来自青岛的电话, 引起了侦察人员的注意, 这个号码不是湖北的, 这个号码呢, 应该是他们兄妹两个特别亲近依靠的号码, 这个青岛的号码多次和兄妹两人联系, 而且很多时候呢, 都是在深夜跟兄妹二人通话, 办案人员分析, 通常只有家人或是特别好的朋友, 才会在这么晚的时间打电话, 由此办案人员判断, 这个号码很可能就是张碧雄的, 画单显示的信息非常有限, 但是指向的线索却非常集中, 专案组随即派出一个小组赶往青岛落实, 警方到了青岛以后发现呢, 这个青岛电话号码通话记录很少, 平时呢, 也很少开机, 办案人员决定顺着这个号码继续深挖, 在这个电话为数不多的通话记录里, 有一家快递公司曾经联系过这个电话, 在一个多月之前呢, 有一个呼叫号码是他们当地一家快递公司的, 根据警方分析判断, 很有可能是快递公司通知他去取包裹之类, 这让办案人员呢, 眼前一亮, 通过快递公司是不是可以找到这个带取包裹的人呢? 办案人员随即在快递公司查找到了这张快递的底单, 这张快递底单上, 取货的人是一个叫张华雄的人, 这个张华雄会是警方要找的人吗? 在快递的签名单上有一栏证件信息, 监视了一个身份证号码, 警方对这个身份证号码进行查询, 结果发现这是一个假的身份证号码, 这让警方更加确认, 这个叫张华雄的人十分的可理, 很有可能就是警方要找的张碧雄, 办案人员了解到了, 这家公司安装有监控, 记录下了张华雄当天来取快递时的情景, 监控中一个身穿蓝色上衣, 骑摩托车的男子就是张华雄, 让侦察员觉得可疑的是, 他在门口下车后并没有马上进入快递公司, 而是四处张望了一下, 进门后举止也有些奇怪, 表现得十分的谨慎, 录像特别好, 特别清晰, 从监控视频中看这个叫张华雄的人脸型和个头, 与当年的张碧雄有些相似, 但是毕竟25年过去了, 人的相望会发生一定的变化, 根据快递单上的地址显示, 2014年8月22日, 湖本省沙市警方找到了张华雄的住所, 当警察出现时, 张华雄并不紧张, 也没有反抗, 当警方走到张华雄面前时, 他就低下了头, 说了一句话, 我就知道迟早有这么一天, 张华雄承认, 他就是警方寻找多年的张碧雄, 张碧雄的头低了下来, 人们看到了白发和皱纹, 25年前他应该是一名轻壮年, 隐藏了这么多年, 辗转中国的东西两个方向之间隐姓埋名, 也不敢看孩子, 这样的日子可能真的是不好过, 25年前, 已经是两个孩子父亲的张碧雄, 决定离开老家天门, 前往沙市做废品回收生意, 在一厢做生意并不是一帆风顺, 张碧雄当时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, 但是毕竟一家人都在一起, 日子贫穷却过得幸福开心, 也可以说是其乐融融, 在沙市, 张碧雄认识了走村串巷卖货的廖母乡, 因为都是天门老乡, 两家的村子有乡里, 张碧雄呢就邀请廖母乡一起租住在同一个院子里, 张碧雄说, 那时做点好吃的, 就把廖母乡叫过来一块, 两个人高高兴兴地吃个饭, 平日离干完活回来呢, 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聊天, 时间久了, 关系处得非常融洽, 那时年长的廖母乡走街串巷的腰和卖东西, 有一点钱, 日子过得相对好些, 而张碧雄的废品回收生意呢, 做得并不顺利, 在1989年年初的时候, 张碧雄开口向廖母乡借了一千块钱, 说好年底还钱, 转眼到了年底, 张碧雄的生意一直没有起色, 说好年底呢, 要还给廖母乡的一千块钱, 也就还不上了, 张碧雄便一直寻思着, 找个机会和廖母乡解释一下, 想再延长一下还钱的时间, 等第二年来了以后呢, 再还他这钱, 此前呢, 张碧雄的妻子啊, 已经带着两个孩子, 先回到了天文老家, 这天啊, 张碧雄做了些饭菜, 叫着廖母乡一起喝酒, 两个人都喝了一点酒, 吃完以后呢, 张碧雄就跟廖母乡说起了这件事情, 一说起这件事情, 廖母乡就很生气, 浪跳如雷, 他说, 张碧雄, 你还好意思说这个话, 你看人家在这里干了一年都挣了钱了, 你这样子干了一年, 你连一千块钱你都没还我, 你有什么本事? 本来是好好说话的气氛, 一说到还钱这两个敏感的问题上, 两个人都搂不住了, 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, 借着酒劲儿, 两个人动起了手, 张碧雄推了一把廖母乡, 廖母乡头磕破了, 冒血了, 就喊着救命, 一喊救命呢, 张碧雄脑子一下子就懵了, 什么都搞不清楚了, 就跟他扯起来打了起来, 廖母乡就不停的抓张碧雄挠他, 张碧雄呢, 就顺手在边上拿了一根干活用的榔头, 把他敲了, 看着廖母乡倒了下去, 张碧雄很害怕, 以为廖母乡死了, 闯了大祸, 就用绳子把廖母乡捆了起来, 装进麻袋, 趁着黑夜, 骑着三轮车运到了318国道旁, 登到了水沟里, 从此呢, 他独自一人踏上了逃亡之路, 听说新疆有农场, 地多, 路又远, 就跑去新疆种地, 在恐惧中侥幸逃生的张碧雄, 也想念自己的家人, 当听说自己的妻子去世后, 张碧雄便偷偷地回了一次湖北, 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接到了新疆, 孩子安稳了以后, 张碧雄又担心自己早晚有一天会被人发现, 他不愿拖累孩子, 便一个人又离开了新疆, 到山东隐姓埋营, 打工为生, 无论你跑多远, 犯罪的事实永远都在, 25年过去了, 伴随着张碧雄的是痛苦和后悔, 时隔25年后, 60岁的老侦察员吴世民终于听到了嫌疑人对当年所犯罪行的亲口供述, 吴世民觉得多少年放在心里面的这块石头终于放下了, 廖母乡老人的孙女也在听闻此事后特意起了颗大枣, 在父亲的一项前告诉了他这个好消息, 说, 您可以放心了, 您也不需要牵挂了, 张碧雄酒后一时冲动犯下了大错, 他的命运从此逆转, 很多相关人的生活也被改变, 正如张碧雄所说, 无论他跑多久, 随他的永远是痛苦和后悔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